全民退休暴障 同養天下父母 同養天下父母 你看老人家真的很慘 在一個貧富懸殊的地方 今天的父親節 自然有成千上馬的父親 感覺到很頹喪 感覺到很孤單 別人吃好種 他要撿紙皮 我們在母親節來過的 清貧長者女人是最主的受害者 但是在2016年 這個男性的清貧長者都增加了萬年 我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對清貧長者女性是不仁不義 就算她的老伴是拿到強積感 一定長遠來過一齊 子女也都要為這件事奔波 我們來這裡應戰 這個就是這隻種送給她的 我們知道這個林鄭娥經常說 這個全民退保障沒有錢 挑撥那些年輕人爭老人家 就說如果全民退保障 你們要加稅的 長遠來講都是你死的 喂 阿哥 你沒有父母的嗎 喂 父母有事 兒子女才會援手 不是人倫的一部份來的嗎 阿哥 你兒子搞不定 你就把巴結權貴給兒子 現在找了一份高薪厚職 你又有母愛 是吧 我們有一萬一千億的儲備 我們今年的盈餘是一萬四千億 有甚麼理由 是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 我們主張了很久 我們現在來給個總據 就是冥都銀行的發黃的風貨 給林鄭娥有空 晚上在下面洗一下 不用簽家 有甚麼理由是三級審查 有甚麼理由 搞了年金制度之後 按了一層樓 那又不算那些樓的資產 繼續可以去拿三級制裏面的 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這個是完全沒有了邏輯 原來拿了一層樓給銀行案 這樣就可以繼續去拿 他以前就說 我有些人有錢拿多了 這個我覺得 這個政府已經沒有了狼狹 所以我們在這問 林鄭娥你有沒有附和 我們說同樣天下 有沒有同理受 男女人窮男人不會窮的嗎 除非你就是不理老婆那一隻 或者你是不理老爸老母那一隻 任何人窮自助都會令到 所有人的生活水準都低的 我對於他非常之誠實 我又問他一句 到底他有沒有父母 有沒有外父外母 你高薪口職養得怎樣 那些窮人的父母誰養 人有沒有同理心 沒有同理心的 還過什麼鬼子 不要三級審查 不要虛擬年金 不要虛擬年金 好嗎 感谢观看